剛出爐的粽子 血腾腾大口咬下去 有大塊五花肉乾貝鮑魚 香菇等滿滿餡料 讓人一口接一口一顆 接一顆 太好吃了 這個肉把蟲帶給我再來一塊 但粽子吃多了 小心腸胃受不了 因為食材有糯米 滷肉 鹹蛋黃等等太油膩 吃多了容易噁心嘔吐 甚至餵食道逆流 粽子更是機會 跟深冷食物混著吃 尤其是平冷的水果 例如哈密瓜和西瓜 以為可以解油膩 但粽子遇冷容易凝固 甚至可能引發急性腸胃炎 所以當你在吃完 這個不好消化的東西 然後再搭配一些 生冷的食物的時候 其實造成急性腸胃炎的風險 就會大量的增加了 民眾過節和情友相聚 除了大魚大肉也愛喝酒 但有的人習慣以茶截酒 但網傳如果喝的是濃茶 其中的茶鹼會迅速利尿 導致一拳進入順臟 腎臟無法解死毒 恐怕反而更傷神 基本上都是在肝臟裡面 這個這樣的推論述 本身可能是有一點問題 醫師建議民眾要預防酒醉 記得喝淡茶 避免空腹 可以吃脂肪或蛋白質等食物 降低酒精吸收 還有粽子 吃多的會餵食道逆流火燒心 如果混著深冷食物 或哈密瓜西瓜等偏冷水果 更消化不良 甚至可能引發急性腸胃炎 過節還跑醫院好心情 全被打壞 謝謝許天王書宏綜合報導 打起一桶井水 看起來清澈甘烈 雲林朝天宮旁 一口三百年的龍井 今天特地解開鎖鏈 讓大家取用五十水 幾點就來了 沒有沒關係 相傳這口井的井水 能夠近身驅邪 尤其端午節五十驅水 更有趨吉避凶保平安的意涵 因此一大早就吸引不少人 提著大小桶子 來裝一年一度的五十水 那我拿好 一定要拿好 雲林斗六五百多年歷史的南盛宮 廟內有一處天然湧泉 同樣在端午節之前特地開放 讓民眾免費取用五十水 平安招財 五十水的話就是淨身避險 南投埔里的愛蘭甘泉 中年不斷且水質純淨 更是知名埔里酒廠的製酒水源 五十道同樣湧現人潮 有人一次就裝個好幾桶 就是想求個好運 葉子啊 灑一灑 從上面灑下來這樣子 想取五十水要周春勞頓排隊取 秘妮老師說 其實在家也能有五十水 當天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一點 打開家裡的水龍頭 取得的水就是五十水 秘妮老師說 端午節五十取得五十水後 拿去陽光下曝曬三十分鐘 吸收陽光中的正能量 就能變成召喚正能量的純陽水 五十水加入十二枚銅板 竹滾 稱為主材水 放在家裡的柴味銅板 這也可以當作錢母 取用五十水 人人都希望能多點好運氣 但記得若樣飲用 可要先煮鍋 記得廖文斌 陳生委 楊森 陳真寶 雲林南投報導 拿起水果刀把西瓜切片 但西瓜尺寸怎麼怪怪的 對 一個桌長大腳 品種的關係才會那麼小顆 真的只有手掌大小的迷你西瓜 跟大西瓜相比縮小了三十倍 吃西瓜可以像挖冰淇淋一樣 用湯匙慢慢吃 甚至還可以做成迷你版的精緻甜點 它的採周期沒有到很短也沒有到很長 它的採三次就沒了 因為它一輸就三果 迷你西瓜一顆只有三百七十公克 做藥價三百三十五元 連果皮都可以食用 小小一顆一次就能吃完 相比一顆十二公斤重的紅肉大西瓜 只要兩百七十九元 但果皮會丟掉 超大顆吃不完還要冰起來 迷你西瓜雖然不便宜 在禮盒市場卻很吃香 這個皮很薄 和皮也可以吃 因為大西瓜放在家裡的話 有些家庭會吃不完 那如果自己吃 當然還是你小西瓜不足 太大吃不完 可是它吃一口就沒了 我就買大西瓜就好了 小西瓜就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肉可以吃 去年迷你西瓜三公斤 又價八百五十元 今年漲到一千兩百元 飆漲四成 業者表示栽種成本高 是試賣後的正常價格調整 除了迷你西瓜 還有拇指西瓜 小小一顆只有手指大小 切開是透明的像小黃瓜 吃起來帶有酸甜口感 迷你西瓜甜度不舒 大西瓜特別品種也引起討論 記者侯國文綜合報導 槍聲音響龍舟衝出去 隊員隨著鼓聲動作整齊劃衣 大力滑獎沒想到卻越來越快 國中體育班參賽 很甩對手一大截 畫面曝光網友笑喊 我懷疑他們有開外掛 是要滑到小琉球嗎 不知道的還以為後面有鯊魚在追耶 衝到看不到車尾燈了 用力的喊出來 把力量帶出來 有沒有想到就會贏那麼多 沒有 東港端節龍舟賽成人組的戰況 也很激烈 隊員把自己掛在龍頭伸出手臂 卻不小心開過頭錯失旗幟 後面隊友街上還摔了好大一跤 還好有保住贏家地位 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也很精彩 多放人馬奮力往前滑 目標就是要超船 端午華龍舟衝太快被笑稱開外掛 衝過頭差點沒拿到旗幟 刺激又好玩 記者張春華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